我们接下来来谈一下我们Word的理念 现在我们到Word 各位Word这份表格选取的方式很简单 是不是就点一下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把整个表格选取起来了 选好表格之后呢 假如我们现在打开Excel 打开Excel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点贴上 刚刚在Word这边选到表格布置 接下来到Excel里面 我们是不是就直接做贴上 稍微注意哦 这边有两个 第一个是什么 常用的 经常使用的贴上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其他种应用 我们一般都选上面这一个 那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当你原本的复制贴上 这边它会多了一个贴上的选项 它其实就是用刚刚这两种 看你要用哪一种来做贴上 这是保留来源格式的贴上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符合目的 目的这边是完全没做任何格式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去做这种贴上 你只有贴上里面的内容 不包含来源那边的格式 好 有这两种的贴上 如果今天我们的word文件里面是表格的话 我们可以透过这种方式 滑鼠键点它为一个复制 复制完毕之后 你一定要先学会到Excel里面 来去做贴上 这边的贴上呢 它就分成 就是说贴上文字 那这个文字要不要包含格式 一起贴过来 不管你用哪一种格式 来源资料是不是word 请你现在一定要记住 来源跟目的 来源资料改 你是不是要目的资料 也要跟着改 一定希望嘛 但是复制贴上做不到这件事 对不起 我到这个地方重新做一次 这边滑鼠键复制 因为刚刚那个贴上 选择性贴上也不对 这边是不是四个本机 我直接在Word 在Excel这边 我直接应该选择性贴上 对不起 应该是选这个贴上连结 贴上连结 确定 现在是不是四个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到Word的这边 我们随便去修改一个 例如说 饭粉在别的地方 例如说放在首页里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已经这个表格做了修改嘛 那我直接在什么 Excel这边 我这边是不是也会看到 直接跟着做修改 所以要利用的是选择性贴上 里面的贴上连结 那这边真的跟刚刚不太一样 如果你刚刚在这个地方 我就直接贴 比如说你单纯把文件内容贴过来 它不会随着我们资料内容 Word里面资料内容改变 Excel这边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这个使用 你一定要记住 选择性贴上 里面是包含连结 所以是在这边 滑鼠右键 选择性贴上 贴上连结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